据央视新闻报道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特定 9月9日60时分 在摩洛哥发生6.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地震造成距离震中约87公里的 马拉喀什市至少20多栋建筑壁塌 根据荷兰BNO新闻网最新消息 摩洛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296人死亡 伤者仍在冷迹中 更多现场道光 地震后摩洛哥一栋房屋突然打塌 烟雾弥漫碎片满地 另一段视频中 许多伤者倒在路边等待救援 还有许多被困者在废墟中 消防人员扒开砖码艰难救援 报道称目前伤亡人数 仍在快速上升中救援工作进行中